立委高嘉瑜遭男友施暴一案 检警最新查扣到的自白書 疑似是高嘉瑜被林秉書暴力脅迫 写下長期让前男友马文玉坐领甘心等字句 今天马文玉也出面召开了记者会 说林秉書自称跟国安高层是麻吉 能指挥检调办案 不但两度逼高嘉瑜签自白書 甚至在施暴之后还会拿女方的手机 拍一段影片自语 在影片当中 林秉書不断的逼问全身是伤的高嘉瑜 小马是不是坐领甘心 而高嘉瑜全身都是伤流着血敷着冰袋 都已经快不能说话了 还要被逼说是 也让马文玉痛批 林秉書根本就是恶魔 明天也会把影片提供给检方 多提告一条强制罪 剪掉最新找到的自白書 马文玉还原当天 高嘉瑜被威胁签名的过程 马文玉是不是坐领甘心 高嘉瑜全身伤伤流着血敷着冰敷袋 说是 说这个是不是 那个你自己写的 高嘉瑜已经快不能说话 他还逼他说是 他那段是拿来娱乐 这是恶魔 打完人逼牵完之后 拍了这段受害受虐的影片 11月11号林秉書施暴完 强迫高嘉瑜写下的自白书内容页曝光 以第一人称写着 我是高嘉瑜 长期雇用马文玉当助理 但他坐领甘心 我非常非常后悔 马文玉更踢爆林秉書逼写自白书还不够 甚至用高嘉瑜的手机逼女方拍下自白影片 马文玉更控诉林秉書长期投诉的饭店 当下不就高嘉瑜 不可能是单纯的没看到 林秉書人都在牢里了 还能继续在网路上带风向 马文玉就痛批 这些林秉書们更可恶 但李伯彰你之前是收人钱财政治网军 你这是收人钱财打女人啊 你还有一点点的良心吗 随着新市政陆续曝光 高嘉瑜委任律师也将拿着自白影片 多提告强制罪 铁针如山自称和检掉在手也赖不掉 集团的许中民台北采访报道 令委高嘉瑜遭施暴案还扯出了 政商施压媒体的案外案 其中一位被点名的是 PC HOME集团董事长詹洪志 今天詹洪志也还原了整个过程 他坦诚的确有传简讯给记者 但否认压新闻 直说自己是新闻界出身 知道这种事不可能 只是传递讯息 没有逾越身份 但高嘉瑜的前男友 马文玉拿出了照片指出 两个人明明就有吃过饭 还有主动送礼 质疑詹洪志的诚信有问题 更痛批没有一个人不是恶魔的帮手 林秉书先生是 系数自己和林秉书认识过程 PC HOME董事长詹洪志首度出面 为自己遭点名 帮林秉书向周刊施压一事大声喊冤 张宏志证实的确有传讯给媒体 但否认压新闻 解释两人互动 从读书会到莲友 对生活状况一无所知 只是这跟高嘉瑜前男友 马文玉的说法有出入 林秉书参加张宏志的饭局 你愿意帮林秉书瞧事情 干预媒体 我相信你被骗 但你说你做都没做过 那就是你人格的问题了 你上市公司董事长啊 你的财报 你的财务资料 你的公开资料 还有人相信吗 照片里两人不但一起吃过饭 聊天记录中 张宏志还送了状元饼给林秉书 林秉书则回应谢谢大哥 但张宏志表示 当时林秉书是在母亲三里结束后 找他求助 他只是想帮助一个焦虑的年轻人 有一个这么焦虑的一个年轻人 他问我说 你有没有可能可以帮我 可以跟他谈好 这个幸福堂说这个事 我说我是新闻界出身的 我告诉人家不比 你要取代的是这个女性的量子 在这一场 瞎害剧里面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没有一个人不是恶魔的帮凶 谁是恶魔的帮凶 一把火越烧越旺 捲入不少政商界名人 赶紧出面划清界限 记得战车的未成台报道 现在这一起事报案 还牵扯出了 民进党派系大内斗 前男友马文玉出面证实了 林秉书动用人脉 照绿营新潮流派系大佬 段一康压施暴的新闻 段一康在脸书贴文 坦言两人 认识将近十年 周刊在初刊之前 林秉书的确拜托他 确认报道的内容 但否认有施压 不过被马文玉大酸 说段一康有所保留 而且两个人的感情好到 讯息随传随回 更嘲讽段一康说 林秉书出来就变你大哥了 为什么不把名字直接讲出来 为什么 我一直敬他是一条汉子 相隔一天还是不忍了 小马口中帮林秉书压新闻 惹不起的党内大佬 就是前立委段一康 段委员去年 收到人家的检举跟投诉说 小马冒充那个 20年新潮流 我不喜欢 新潮流 人尽皆知 高嘉瑜被施暴掀起 绿营派系大内斗 小马更把矛头对准 段一康自清的贴文 段一康说 2012年就认识林秉书 但这十年来 见面次数不多 大多透过脸书或LINE 进行联系 段一康去灵堂 有被拍到 送花送两对 送最贵 段一康有在跑红白铁吗 段一康会接不熟的人电话吗 段一康也授出对话记录 11月25号林秉书先打电话求救 更用老大称呼他 段一康回说 周刊还在查证 新闻好像不会那么快出 初刊前夕林秉书再打电话 问报道内容 段一康求证后回说 新闻一定会登 林秉书回遭了两个字 但到底有没有压新闻 我只问了说 你们有没有要做这个报道 别人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写 他的名字我都没有讲 段先生 真的是比较聪明 赶快出来说有发生过事情 然后只讲片面的一点点截图的事实 段前委员 你的所作所为林秉书都有录下来 他出来了 他就是你大哥了 林秉书对高嘉瑜施暴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却意外让绿营复杂的派系纠葛 贪在阳光下 记者人称李何荣台北报道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遭男友施暴事件 日前案件还爆出有台独机关枪支撑的李伯璋 疑似用PTT的账号替林秉书洗白带风向 如今他再被爆料 去年10月似乎用相同的手法抹黑台南市议员 替民众官说罚单 而当时被抹黑的议员也怒告防害名誉 现在检调也在研绊中 警局内议员正在老先生旁边跟远警谈话沟通 过程中双方平行进气 原来议员正在替老先生带脚罚单 没想到最后竟遭人在PTT网站炮轰 他呛警官说 网友在脸书抨击 但现在传出这名爆料网友 竟然疑似是卷入立委高嘉瑜遭施暴风波中的李伯璋 李伯璋是我李伯当初来的这个独立的相亲和太子 事发在去年十月份 当时有网友在PTT爆挂版爆料 说台南一名黄姓公庙总顾问 吴兆骑车又没扣安全帽扣 遭警方拦查后 他拒签罚单被逮回警局 没想到台南市议员卸财旺 竟跑到警局官说 对此议员澄清 不仅绝无呛警 对于自己带脚罚单还背黑锅 也怒告网友妨害名誉 警方的调查 他的账号的输用者 是在博山 警方展开追查 发现PO文的Air Jordan账号 是诚信网友所有 事后网友公称 当时账号已借给李伯璋使用 随后远警请李伯璋说明 但因为没找到人 随即含送递检侦办 随着民进党立委高嘉瑜 加报案越演越烈 疑似替林秉书洗白带风向的李伯璋 如今在被爆料曾抹黑台南议员 现在剪掉积极侦办 究竟是谁躲在荧幕键盘背后 散播假消息带风向 相信很快就会有正向 借由黄木齐一探报导